我也聽到 還說我頭拍 頭拍 這樣啊 我說不用拍 我這樣給你拍 來 合照 給你媽看 送你煉珠 回去給你媽看 送煉珠還不夠 再給你媽媽一條 她老婆就開心了 所以既然你媽在學佛嘛 所以各位 這都要學 不會自己要來 慈 慈 你沒有在給眾生快樂 你看我頭戲臉 每天要講一個笑話 讓你太太聽 好不好 讓你兒子聽 老實說我口才這樣練出來 我兒子 爸爸 故事呢 我半天很忙 還請我的秘書 每天幫我找一個故事 不然晚上不敢回家 然後我太太就抗議 講給你兒子聽 不講給我聽 喔 好吧 講什麼給你聽 來 親一個 OK 所以 那我沒辦法 我要學啊 因為我要開始學菩薩道了 但是你不講給他聽 他不快樂 但是你不能說 好啦 睡覺 這樣不行 那為了這個 我就收集很多故事 後來我就在電視上講 佛陀一百個故事 因為我以前是講給兒子聽的 我記得要出家了 我就要讓他學菩 種下一個根 將來來世 未來世 有機會會萌芽的 這樣就好了 所以為了別人你會進步 為了講給我兒子聽 為了講給我太太聽 那我 我總要去收集一些 那還要送他禮物 那我要你講的意思 我這個慈心不要 只會解釋 娛樂 我要給眾生快樂 看著你還沒要打酒 看著把人還送給 所以 師父啊 不要看著人要主動 尤其我們比丘尼師父 比較少你 你不要看我 我也不會看你 那不行 大家好 歡迎來法會 要去打酒 因為修行嘛 修行不是 不是用個性 修行是用佛性 你會記得 你來每天打酒 出家人就是 我出家很快樂 出家很快樂 快樂家族 快樂民族 快樂淨土 那既然講詞 我沒難心 問題你也沒好心 那當然各位 讓人吹電風 讓人吃好 讓人坐好 讓人開心 那一集你的標情 你的講話 一切 不要讓對方痛苦 只要給你快樂 而且把這個快樂 成為你生命的責任 那希望大家 多修這個 來聽一下 詞無量心 無量無量無邊 就是大的意思 所以我現在已經會笑了 你也要 我一個人在房間 我也在詞無量心 看著波爪 現在有網路 真的笑得到天空也笑得到不完 所以我昨天在查唐朝的 哇哇哇 詩那麼多 哇 那些詩 那些詛善 哇 念不完 寫白尾 所以 寫不完 我再過幾天要去澳洲 一查資料 哇哇哇 這樣啊 澳洲是罪犯的天堂 那時候罪犯不死去都笑得到 澳洲參加過二次打戰 澳洲的原住民 和澳洲的宗教徒 澳洲的袋鼠 澳洲的牛 超度不完 但是你總要想辦法 想辦法 保持在慈心的狀態 結果啊 你這樣在你練習吧 你會發覺 你一直在快樂的心態 一直在快樂的心態 因為你一直想要表達 關心對方 所以各位愛的 開心點是 每天笑 每天主動打招呼 好不好啊 做眾生不請之勇 主動關懷對方 像我剛剛來 我這人比較避暑 不過我會繞一圈 我和義工菩薩在那邊照顧啊 我打個招呼 那邊噴水啊 用水啊 點燈啊 革西在那邊修法啊 有型的打招呼 無型的打招呼 然後你要表達歡喜 像各位在念大悲咒 我就跑去那邊回向 回向 把大家的功德 我也來念大悲咒 供養消災拔肚 那當然我這樣講 如果各位要了解磁心的名相 那當然書籍裡面很多 但是現在我講的是實際的用 像弥勒菩薩一樣 只要大口大口 老虎的話 說老虎 會出頭說出頭 他專門在通知別人這個啦 而且一個嚴肅的道場 他要變成幽默 所以為什麼弥勒菩薩放在五官堂 還有出家人的吃飯很嚴肅 好像都沒有什麼悲心啊 所以他要演一齣戲 來告訴磁心是什麼 你給你們吃瘦心 柔軟是什麼 所以用布袋和尚的這種幽默 去波動中心背著眾生的煩惱 也承擔了眾生的痛苦 放下煩惱 承擔眾生 他經常拿著一個布袋 那他用這種形象 度了多少眾生 所以大部分人都認識布袋和尚 但是很少人認識弥勒菩薩 那這弥勒菩薩 他們家住在做我也知道 我們家參天門口 會吃我們的弥勒 那我都知道 那彌勒菩薩 為了要表達這個 那我想 我們也要開始想這種 再來 悲 大 大就是無分別 而且 這個大也代表 沒有我在慈悲 各位你不可以說 我對你很好耶 連這個也不可以 因為主比是我們的本體 主比是我們的本性 主比是我們的實相 就像說 我們的生命裡面有空氣 沒有空氣就要死 空氣就是我們的生命 我們不會停啊 所以這個大悲 看著眾生熟悔 心肝就要救 這個叫大悲 沒有分別 你早上強姦我 你現在跌倒了 我跟我要救你 希望你好 沒有過去心不可得 不會存在說 你曾經對不起我 我就是想要讓你離苦 脫離痛苦 而且把讓眾生脫離痛苦 成為你生命存在的價值 我們換掉的 是為了要逐筆 沒有為別的 所以各位 你家庭要快樂 不是改變對吧 用慈心悲心 對待你們家的人 你做壞事 你來去鬼 明天他們要安排我去 大聊女子監獄 然後呢我要莊嚴一點 因為我有 我安住空性 你來看著我 你就進入空性 這樣就好了 所以 但是如果我有愛染心 嘿嘿 我就不能這一套 裡面我就再見 好了 所以各位 我師傅說的 你手如果沒有空 你去摸垃圾的沒關係 這樣啦 你手如果有空 不能去摸 你自己還有分別愛染 那你千萬不要著相 不然你也摸下去 所以 但是你自己覺得 我這一 我沒有 我純心自問 沒有啦 不會 我雖然知道 男人很帥 女人很漂亮 我看你眼 但是心中 不能有那個想法 冰淇淋好不好吃 好吃 但不吃 我還會問 是不是香草 考慮一下 我只有吃香草 所以 但是 但是我心裡面不會想 你不跟我講 我不會想 但是你要知道 你會不會 就像我看到別人在抽煙 哎呀我是昏鬼啦 我以前為了出家 已經刷了好幾次 現在也刷不好 但是 我也知道抽煙 很香 但是現在聞起來不香 但是沒有欲望 但是我也不會罵他抽煙 所以各位 你不能說 我沒有吃煙 要去買人吃煙 這樣也不對 只是因為 同情他 他就沒有了解乎乎了 他如果了解乎乎 他沒有必要去吃煙 拿那錢 他如果點一根香 共用重心 公體很大 但是他不知道 所以我想 慈跟悲 前面有一個 有一個喜捨 就是一個冤親平等 你不會喜歡這個 討厭這個 而且他做好的 你比他還高興 所以各位 你在路邊 看到老人看老人 心裡很快樂 這個叫喜 真的是百年好合 模範夫妻 你看到一個 男孩子 看老人 太孝順 隨時 那你看到一個 老人 自己在路邊走 沒有人 要嘛 你就去看 不然 你就一直給他回鄉 希望他走路平安 你就要救那個機會 收行 這個叫心 這個心態 是因為外在的這些象 你浮出這個念頭了 所以要大慈悲心 第二個 秉丁心 沒有分別 那大家都知道 沒有分別 跟我們說這個 你對待 他這樣 叫對待那樣子 我們今天也要放心 那不管是老虎 大象 獅子 羊 豬 那我們都平等 那今天你會救 悟命 有形的 你要幫助無形的 你今天怎麼疼 你的痕 你就要怎麼疼 所有的重心 怎麼癒好你的背部 但是這個平等 只是眾生平等 還有一個叫法平等 什麼叫法平等 反正 健康 這不是人為因素 那我都可以接受 叫平等 所以你沒我 你對我好 我依然平等 對待你 我要用慈悲心 用平等心 去做慈悲心 所以各位 要記得喔 你今天 你們老公也好 找我 你會吃醋 你趕快念 什麼 因為你沒有平等心 你會覺得 不開心 他為什麼 跟別人這樣說話 人的愛民主 你跟外界人一樣 有人在路邊 沒有 還有有人拿 共用碗 我就很抱歉 旁邊的師父說 我不是人喔 你不要拿我 然後他的心態 也會現出來 那個時候我也沒辦法強迫信徒去做 我拿到紅包 那我也會跟那位法師 阿彌陀佛 這樣 表達我對他的打招呼 而不是說 我拿到紅包 我比較臭 那各位 平等心 很簡單 我們現在要開始去練習吧 健康也好 發病也好 有完好 沒有也好 除了眾生平等 法平等 用這樣子的平等心 升起大悲心 念大悲咒 所以你對你老婆念大悲酒 你對眾生都要念大悲酒 再來 無違心 無明言行 明白 因為 無違就是 講的小小話就是 不要有什麼企圖 這樣呢 哪一句呢 因為就算你企圖去做什麼 結果 也都是一樣 有違法 都是變化無常 虛幻的 那你既要有所求去做 結果都是苦的 因為 身一定是滅 所以現在各位做什麼事情 要以無所求的 按住涅槃極境而去做 而去慈悲心 所以慈悲心是 無違心 那慈悲心必須有無所求的心態 無我分別的平等心去慈悲 不然如果有違法 你給你有所求的 去做 那結果還是換話 沒有功德 藝術功 就像告訴我們 保持空性 那這裏面 當然無違心也是平等心 平等心也是空觀心 但是 觀音不再用各種方法 讓我們了解 讓我們了解 所以今天我們去跟我們做念 不需要介紹我們是 慈悲自業生命電視台 也不是為了錢來 註念就是註念 你的老伯就是我的老伯 所以我念對方也是念過自己 所以有這個平等心 無所求的無違心 目的還是要圓滿大慈悲心 但是 不管你亂努力 各位要了解 一切都回歸平靜 歸零 就像 你給你做的體重器 搭到你的眼裡 你稍等的腳一定會拉起來 他就回來了 萬法 最後都是空無自信 所以 那 現在很痛 很痛 現在很快樂 那這個快樂跟痛苦 它是一個緣起的夜報 但是總會過去的 這個無違心 並不是脫離法界 脫離任何事項 而是了解萬事 都是變化無常 所以我想 那 金剛君要